两岸直飞航线早已开通 但中国大陆民航局4号无预警 启用M03北上航线 以及另外三条衔接航线 已经严重威胁到我国飞航空防安全 陆委会发表严正声明 表达抗议 实际的使用量其实并不高 所以事实上它没有这么高的需求 它是用民航来包装 它背后的一些对我们的政治施压 对我们的军事的威责 这样的一个用民航来做 这样一个包装 所以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 陆委会主委强调 大陆根本没有航班上的需求 却在未沟通协调下 片面宣布启用航线 用民航来包装政治行为 M03是两岸之间 距离海峡中线 只有4.2海里的航线 南下方向在2015年开通 但北上方向 对于松山飞往马祖 以及小港飞马公金门的班机起降 有一定程度的危险 我方要求立即停止飞航 中国方面不顾先前承诺 片面宣布启用M03北上航线 我方除了在第一时间强烈抗议外 也向国际民航组织表达不满 但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 在第一天就有7架航班 使用了这条航线 我方只能持续抵隔空喊话 没有实质行动作为 恐怕只会继续被欺压 华语新闻林育人王长卢台北报导